傑哥我從魔法獸尼伊莉亞那時期看到傑哥的 你還喜歡蘿莉嗎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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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這個 顯學是喜歡人妻好不好 什麼蘿莉 不熟 不知道 不知道 好不好 我們現在只喜歡大奶人妻 你問 就是大奶人妻 OK 這個30歲以下我們不要 我們要30歲以上成熟大奶人妻 這才是我的屁好 好不好 OK 好 打完了 對 上個禮拜 季線的小鎮咖啡結束 我要去寫下收東西 然後這個禮拜 排球少年的手印 那這個排球少年我喜歡的作品 還是想去看一下手印啊 蠻好看的 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水準不會到說 超越TV版特別多 但排球少年本身製作水準就很高 所以他就算跟TV版同樣的水準也沒什麼問題 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還要幫希爾宣傳嗎 差不多不用了吧 就是宣傳期過完了 因為你知道我的宣傳廣告版位那都是錢好不好 那個廣告版位不是說我他媽隨便亂賣的 是因為這個希爾在宣傳期 我才會把廣告版位讓給他 然後如果他不在的時候 我廣告版位都是誰 欸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魔除 欸 我跟希爾的關係 可能會隨著合約到期而結束 但是我跟誰的關係會一直在一起 就是我們魔除大哥好不好 我們魔除會一直在一起 所以這個希爾這個兩年後 可能已經不存在了 但魔除會跟著我們一起 生生世世 沒那麼誇張 沒那麼誇張 沒有一輩子 搞不好有機會嘛 搞不好我們這個70歲了 那時候米哈游統治手遊界了嗎 他搞不好統治了全世界 你有沒有可能這個米哈游接下來進軍什麼 進軍AI 進軍AI玩 進軍機械產業 接下來天王降臨 呃 傑哥我從魔法少女伊利亞那時期看到傑哥的 你還喜歡蘿莉嗎 呃不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 不喜歡 我們現在這個 顯學是喜歡人妻好不好 什麼蘿莉 不知道 不知道好不好 我們現在只喜歡大奶人妻 你問就是大奶人妻 OK 這個30歲以下我們不要 我們要30歲以上成熟大奶人妻 這才是我的癖好不好 OK 注意你們的發言 我現在只愛大奶人妻 公關力100 這個網路風向敏感度還是要有 好不好 黑白面也不熟不熟不熟 這種遊戲不熟 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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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這個日本HGAME的開頭都會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本作品為虛構 並且裡面的角色都滿18歲以上 所有的日本HGAME裡面都有寫這個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1000歲精靈少女 哎呀你們這個他媽有沒有腦啊 就跟你講過多少次了 這個你管他寫幾歲 他都不會 他都是看外型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什麼 我們現在只愛 這個還不能只說人妻喔 你們不能說只說人妻 你要愛大奶人妻 大奶是一個安全屬性 所以你要各位跟著我喊 我愛大奶人妻 我愛大奶人妻 好不好 這就是現在的險學 OK 這樣子就不會有問題了 反正我最近剛好真的也是特別喜歡大奶人妻 所以倒是沒什麼問題 吐媽媽沒有錯 Pecola的媽媽 幹 香到不行 3000歲大奶樂樂 沒有不存在 大奶跟樂樂是 這個不應該融合在一起的屬性好不好 你把這兩個屬性融合在一起 代表你怎麼樣 你有病 OK 本期節目由 吞吞龍大冒險贊助播出 吞吞再射射 駕與龍娘一起射射 休閒又刺激的吞噬射擊養成遊戲 吞吞龍大冒險 迎來上限白日大規模福利大更新 玩這遊戲不用廢話就是上下左右一直射 吞掉敵人子彈加倍射回去的特殊玩法 單手就能操作放弛就能升級 再配上多種地圖型態與自權技能屬性 讓2D彈幕射擊也可以有輕鬆爽快的體驗 除了闖關射射也有龍娘色色 只要掛機就能將馴服的元素龍養成人形態 現在還有新UR龍娘黑絲病嬌美迪亞 不但是首條毒系旋轉球龍 又是不用依靠BUFF的六邊形戰士 香香軟軟平民戰身 林克爾大課長必備 只要參與任務就可以解鎖美迪亞的啟動寶物 白日慶典更有儲值折扣和社群抽獎 登陸吉嶺抽卡資源 千道福利拿不停 讓你在拿滿版版本福利大放送的同時 又可以將可愛性感的T0人拳腳帶回家 吞吞龍大冒險持續開放下載中 馬上往資訊欄的連結全速前進 把龍娘們都帶回家吧 有看到重甲機神消息嗎有 在欸各位同學 不相信重甲機神存在的同學們 重甲機神重新上映OK 各位同學 誰敢再說我們重甲機神不存在 那今天播完了是不是 沒關係我們還是要證明一下 我查一下我查一下 欸沒有喔 欸各位同學還有機會還有機會好不好 但是4月27 下午4點 那個還沒有看過的同學 現在就可以去見證這部作品真實存在 重甲機神有大奶人妻嗎沒有 但是有花折香菜 辛梅兒喜歡了1000歲精靈大姐姐沒有 那個1000歲精靈大姐姐喔 在法律判定上算是未成年 所以辛梅兒是個戀童癖 OK 在法律判定上辛梅兒是個戀童癖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應該要喜歡費倫 喜歡費倫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費倫有大奶 在法律的判定上喔 他是這個成年的阿烏拉 阿烏拉可能有點危險 如果是阿烏拉的話建議你再等一年 辛梅兒十大這一種 在YT的判定上吧 我不知道阿 法律判定 你哪知道他怎麼判 他會不會判那個福利聯是成年的 菲倫十八了嗎應該十五到十七這個range吧 改對辛梅兒四元切割 沒有錯我們現在也要對辛梅兒切割 辛梅兒太危險了切割 辛梅兒都會犯的錯那我也沒關係阿沒有 不行不可以我們不可以犯錯 喜歡費倫沒有問題 費倫再等一年就會變大奶人妻 等他一下 喜歡赫羅算犯法嗎 赫羅看起來比較成熟應該還行吧 未然檔案的動畫那就比較危險一點 未然檔案的動畫禁止觀看 怪獸八號大河內編劇 已經有原作是還好沒什麼大問題 只怪獸八號好不好 漫畫看了一些覺得還好 前面有看一些啦 但也就看了一些前面有點意思 後面就沒什麼意思了 不過有沒有可能後面變得超級有趣 也說不定 費倫十九是不是那費倫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費倫十九的話 可是怪獸八號原作也也怎麼樣 我不知道 看到怪獸八號 後面覺得很失望 原作畫面刺激 巨型想睡 好的謝謝你 喜歡腰尾初代會長怎麼辦 破千歲人妻有小孩不行 你照樣被關 台灣法律面前你照樣被關好不好 怪獸八號一盤好菜被炒成普菜 戰隊大師格後面整個看不懂 OK 這兩部我都沒有看 本來這個月有黑白妹DLC可以玩 不許你玩這種遊戲 現在我們頻道禁止提及什麼黑白妹 這種東西我們不認識 你介紹的沒有什麼可能 我會介紹這種東西 你們不要在那邊亂抹黑我 我明明就是介紹什麼 這個不良人妻儲子 本人妻系的這種色色遊戲 才是我的本行好不好 我怎麼會介紹你們黑白妹 不可能吧 我們直接進重點 不囉嗦 傑哥就這麼nice 直接開始我們的 devil may cry 卡普空 正版授權 惡魔獵人 電鋒之戰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玩 扎門就來看看 感覺有料真的假的 OK 卡普空工傷性飛一半又飛回去了 哎呀一定好好不好 卡普空 動作千尊一定好 有玩過惡魔獵人嗎 玩過三代吧 WOW 蛋丁親自教我 OK 長按攻擊進行上挑攻擊 沒有問題 OK 沒有問題 把人家挑起來幹 熟的 很不如崩山 哇你們很挑耶 這個視角有點爛 不過他可以接搖桿 不如尼姬 我覺得這個跟尼姬的定位 落差有點大喔 這個視角很正版 極限反擊 OK 我覺得他能用 用這個 惡魔獵人的玩法 而沒有把它變成一款卡牌遊戲 其實已經了不起了 怎麼沒自動戰鬥 當用惡魔獵人IP做的那一刻 他就已經輸了 OK 這個變身 可以接把手嗎 可以好像可以 但是你知道嗎 我這樣子就要把我的手把接到 iPad上有點麻煩 沒有好玩到讓傑哥接手把 你要這樣講的話 這個遊戲天生對我來說 就算有一點點小烈士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到很喜歡玩惡魔獵人 這系列 雖然卡普空 確實有很多優秀的遊戲 但 惡魔獵人算是我 除了覺得帥以外 沒特別愛的 惡魔獵人 是個優秀的IP 不符合我的喜好而已 這有什麼問題 有送摩托車嗎 這不就來了嗎 這誰問的 My Lady 2024還有這種手遊喔 欸你們真的很壞欸 人家已經盡可能在還原惡魔獵人的玩法了 你們怎麼這麼挑戰解釋 不然你們說說還要改進什麼 來講點建設性的 打擊感 不要在手遊裡面要求打擊感 你們以為人家是什麼 戰雙嗎 屁股 OK 屁股是可以考慮增加 這個確實是有建設性的 代理商 靠北 上PC 然後增加創意工法 我跟你講 那乾脆再增加這個 1690塊錢買斷制 你花了1690塊喔 就可以直接買斷遊戲內容 這樣是不是更好 泳裝skin 欸少發 欸對對對 缺少發工商給傑格 這個這個確實 我也是覺得這個是有點問題 畫面不行 手遊畫面上 終究還是有他的極限在啊 就現在手遊的畫面已經可以做得比以前好很多了 但不是每個手機都能跑得動這樣的手遊 而且在手遊上玩這麼好畫質的遊戲 大概幾個小時你的行動裝置也就沒點了 然後又會很燙 像現在你真的要追求遊戲畫面很高 在手遊上喔 很難在無限追求畫質 你在PC啊 在家機還可以 但我覺得在手遊就有點他的極限了 果然問題出在手遊 沒有錯啊 那我臉好好的 出什麼手遊 落空手遊變單機版突然覺得變好玩了 主要這個畫面喔 整體的 不知道 美術渲染嗎 總覺得有一種 沒那麼好看的感覺 有一種黏洗感 這遊戲一單 就能在Steam把一到四代帶回家了 我知道了 這是一個一直切換角色的遊戲 我實在是不喜歡這樣的玩法 真正的原神like 這款和絕驅靈哪個比較好玩 絕驅靈 這個美術呢 不能說他不好看 只能說他沒有特別的好看 等傑克發功 明年就有離線版就爭香了 可能有點難 崩山學惡魔獵 惡魔獵人在學崩山 良性循環 太棒了吧 這就是良性的循環嗎 這就是善的循環嗎 說話的藝術沒有錯 現在正流行一種正版做得要像盜版一樣沒有錯 我只能說 不能說他讚 但也不能說他有料 不是抽卡嗎 OK 那維哥呢 我剛竟然進行了一個十連抽 維哥不可能沒有啦 又帥又讚的角色不可能沒有 看了新版X戰警的動畫了嗎 新版X戰警的動畫好看 我還沒看最新一集 看了前三集 有夠好看 有夠好看 推薦推薦 這個前三集 非常非常地讚 然後他那個開頭 就是基本上致敬了原本的動畫版 就是原本的TV版 舊版的 他這個就是之前的TV的延續 他其實是直接延續的 那個BGM一下來喔 哇操 直接射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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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有多麽的激情 他們兩個絕對是真愛 我兩個人愛情故事可以先認識一下啦 所以你在理解劇情上會比較有幫助 新版動畫喔 你就會有一種 他們兩個是 是同性戀嗎 你會有這種感覺 那我告訴你他們就是 不是 唉唷 唉唷 唉唷為什麼不是拿我帥帥的刀 好啊 他刀要課金 哭啊刀要課金 這畫面差不多是PS2等級欸 剛剛誰說不能要求畫面 我沒有要求啊 我只是正確的評論他 正確的評論他確實就是 差不多PS2時期的畫面 所以其實就跟你玩惡魔獵人3差不多的感覺 哇 90%OFF 可以直接獲得我們的維吉爾 多棒 只要60塊錢欸 有刀啦 有刀 那幹嘛不玩惡魔獵人3呢 啊我玩玩啦 我好像是玩三代跟 對對對 要DNC那一代 對對對 完全外包的那個星座 那一代我有玩 大學的時候 我朋友電腦裡面有裝 然後我就把它玩完了 我只玩了三代跟那一代 欸你知道以前相信大家應該 都有這個那個時期喔 以前遊戲雜誌上可能有一些 劇情講解啊之類的 欸我那個好像不只是雜誌 那好像是惡魔獵人的 類似攻略嗎 然後因為以前你玩那些遊戲 它是日文的嘛你看不懂 然後所以你就是要看攻略 攻略會翻譯劇情給你聽 他在翻譯 然後你就是先看 上面講了些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你玩到那邊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預先 這個有些腦中翻譯過了 玩的時候你就可以一邊理解說 喔喔喔喔喔 在玩遊戲的時候 他的動畫演出你就看得懂他在講什麼 當時這個惡魔獵人 然後我也是這樣玩的 然後我爹什麼是遊戲雜誌 他持出很多本 我好像是買魔獸世界的 什麼秘技冰風暴嗎 有點忘了 什麼是遊戲光碟 雖然我知道你們在講屁話 但是確實喔 在下一個世代 可能就要真的沒看過遊戲光碟了 你知道現在 小朋友看到按鍵式電話 已經不一定會操作了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影片 小朋友看到按鍵式的電話 不會按 不知道怎麼用 那你也不要笑 因為你現在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 捲筒式的電話 你也不一定會用 好不好 我只能說就是 時代變了 所以在下一個世代 就是現在還是 真正的小朋友那些 他們搞不好 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光碟了 我家捲筒式電話當寶 轉盤很直覺 其實我覺得轉盤沒有很直覺 我還可以看的時候 也沒有搞懂 當然啦 其實這些設計 基本上都還是看得懂 但可能就是 真的沒用過的 小朋友可能第一直覺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都螢幕觸控式啦 所以看到真正的按鍵式 會很陌生 結果什麼是 SEGA 孩子說假 告訴你一個偉大的酷使 當年他們做那款遊戲 叫沙木 然後就沒有人 我能抽10次嗎 沒有 一定要課金可憐 有power了嗎 不一定 欸 我這邊有 這邊有一般的券可以抽 先把一般的券抽一抽 沒有實抽 他這是人物也會抽到嗎 鋼鐵人快20年電影了 真假 真假 鋼鐵人 有那麼久 等一下 2008還好啦 喔 欸不要嚇好不好 2008 不要急著把它變成20年 好不好 四捨五入 16年怎麼覺得鋼鐵人也就幾年前的事 彷彿還在聽到西川跪俏 在2024年唱鋼彈C的主題曲 哇那你沒有聽錯喔 那你的感受是正確的喔 16年楊過小龍女都重逢了 知道楊過小龍女都太老了吧 四年有人從不玩手遊變成手遊李醫師 傑哥你有頭緒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說這個人非常的有Sense 神雕俠侶是我第一個看主角被NTR的動畫 不能說NTR吧 這個小龍女非自願欸 當年那個神雕俠侶的動畫 真的是做的挺不錯的 這關惡魔獵人巔峰之戰 陽性85%陰性14%220人投票 再見了 抱歉卡普空 不是你不好 是時代變了 是大家跟不上你 不要氣餒 這個以後有工商還是可以找我 拜拜